各位亲爱的家人平安 先来考试一下 我们的教会的名字是什么 不太提 来再一次 牧主先锋教会 好 你来教会超过五年的人举手 真的是不少 好 那一定要考试一下了 牧主先锋教会 大堂外面的墙上 写了什么字 有没有人不知道的 现在可以出去看一下 但是记得要回来 好 刚才我们的蒙恩传道说的 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基督的国 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启示录十一章第十五节说 第七位天使吹号 天上就有大声音说 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 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好 那考一个简单一点的好不好 降低标准 请问牧主先锋教会 大堂里面墙上的字写了什么 有没有人不知道的 感谢主大家都看见了 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 耶稣我唯一的热情 再一次 耶稣我唯一的热情 耶稣是我们唯一的热情 当这个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 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这一位王就是我们的耶稣 这一王成了我们唯一的热情 我记得我刚来教会的时候 看到墙上的这个字 我就眼泪就掉下来了 我觉得我好尊荣 我好感动 在十年前我来到这个教会 我的小家长呢 他在负责书房 每一次的特会 他就把我们招聚去当义工 然后呢 那个书房那时候是人满为患 每一次的聚会结束 就很多很多人涌到书房 要来买内在生活系列的书籍 CD 然后我们呢就排一排 穿着很整齐的一个围兜兜 书房的围兜兜 然后站一排 早上的时候就说 牧主先锋教会欢迎你 耶稣是我唯一的热情 当我这样讲的时候 每一次每一次 我的心里都很感动 这个成为世上的王的耶稣 他成为我唯一的热情 所以当一个人 或者一件事情 成为你的热情的时候 各位弟兄姐妹 你会不会很想渴望去 多知道这个人 如果这个人是你想追求的对象 我们的年轻人 你会不会常常想要去了解他 知道他 知道他想要吃什么 他想要喝什么 他想要做什么 很想渴望去多认识他 多知道他 也要知道他在做什么 常常就打个电话 你现在在做什么 没什么 明天要打电话 你现在在做什么 没什么 但是你每天都在打电话 想要知道他在做什么 因为你渴望多认识他 他是你所爱 他是你的热情 如果当你想做一件事情 你喜欢打球 你喜欢画画 你喜欢艺术 你会花很多的时间 去追求你的所爱 那是你的热情 这些都非常的好 但如今 你进到牧主先锋教会 我们再讲一次 耶稣 我唯一的热情 我相信我们当中 有很多人跟我一样 当你看到这一个 耶稣我唯一的热情的时候 你心里很激动 会很激动 这句话不是一个口号 这句话是一个真实的 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 神对你的呼召 所以我们的教会 会常常有一些聚会 小家 主日 或者我们有一些课程 都是为了帮助我们的生命 灵命的成长 为的是什么 让我们越追求 越像耶稣 让我们越追求 耶稣唯一的热情 就成为我们真实的生活 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内在生活帮助我们 是进入蔓内 但是我们也要走出意外 七月份是个福音月 所以今天好不好 我邀请你 我们来看看我们耶稣 这位耶稣 他到底做了些什么 我们来看看 耶稣到底做了些什么 好 我们一起来读 路加福音 第四章十八到十九节 这个也是记载在 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节 六一一 然后一到四节都在讲到 这件事情 好 我们一起来读 路加福音四章十八到十九节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膏高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拆遣我报告贝鲁的德士棒 瞎眼的德看见 叫那受压制的德自由 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 阿们 这个是耶稣他经过了试探以后 然后他在一个会堂里面 就翻开来 他就读到了这个 以赛亚书所记载的这一段话 然后他就说 主的灵在我的身上 他用膏高我 要做些什么呢 叫我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那在以赛亚书这里是讲到说 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 这里讲到的贫穷的人 不是说我很没有钱 这个是讲到说你的虚心 你的需要 你觉得我是无有的 所以我渴望知道这个福音 我是谦卑的 所以我渴望知道这个好消息 那这好消息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在这里看到他说 拆遣被告的 报告被掳的要得释放 这是一个罪得赦免 我们人常常被掳 为什么 因为在罪的里面 这里讲到的就是罪得赦免 瞎眼的得看见 并得医治 受压制的要得自由呢 还要让我们进入一个属灵的 一个自由的里面 要叫报告神 悦纳人的喜年 那喜年又是什么 五十年是一个喜年 喜年的时候呢 我们旧约诗都读过了 最近已经大家都读到这里了 喜年五十年就是说 你所欠的债 在喜年的时候 可以一笔勾销 你因为贫穷 你把你的家产都卖的时候 你在喜年的时候要归还 如果你成为别人的奴隶 在喜年的时候 你要得着自由 也就是说在喜年的时候呢 一切要重新来过 旧事已过 要变成新的 所以耶稣来要做些什么事情 祂要让我们病得医治 祂让我们罪得赦免 祂让我们完全得在基督里的自由 在以赛亚书这里 还是特别在讲说 要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是不是要让赐华冠给西安 悲哀的人代替灰尘 再要用喜肉油来代替悲哀 用赞美衣来代替忧伤之灵 这是耶稣要做的事情 我们看见耶稣所做的这一位神 祂所做的事情 祂说我们要做比祂更大的事 我们要做比祂更大的事 接下来我们要看看 怎么做比祂更大的事情 所以我也再来邀请 那耶稣祂做了这些事情 我们要不要了解说 耶稣在乎的是什么 在路加福音 等一下我也鼓励你 十二点半开始有路加福音 我们一起去经历耶稣的生平 路加福音在十五章的地方 我们先来读第一节第二节好不好 一起来 众税吏和罪人都哀敬耶稣要听他讲道 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 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 众税吏和罪人都哀敬耶稣要听他讲道 上个礼拜范大林长老 他跟我们讲了一个税吏叫什么名字 撒该 这里讲众税吏 表示不止一个税吏 对不对 多数 撒该是一个税吏 罪人跟税吏 耶稣都怎么样 都去跟他们吃饭 我们在这里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好不好 法利赛人跟文士 他们私下议论就是这样 然后呢你觉得他们会怎么讲 哦这个耶稣救世主 你看他来 他还跟这些税吏 跟这些罪人一起吃饭耶 你看多有爱心啊 还是你觉得他们会说 这个耶稣 竟然还跟税吏 竟然还跟这些罪人吃饭 他会用很鄙视的口气来说 还是他会很尊敬耶稣的来说 很鄙视 所以耶稣在乎是什么 耶稣在乎的是这些税吏 跟这些罪人 他在乎的不是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 因为他们已经有高言大志 他们觉得自己太聪明了 他们觉得自己太属灵了 他们已经遵守了一切的律法了 而这些罪人这些税吏 他们 either是剥削人家的钱 或者他就是一直在犯罪的当中 但是耶稣说 这些人要哀尽耶稣来听他讲道 然后耶稣就怎么样 跟他们一起吃饭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如果你今天跟一个 未信主的人吃饭 你不要觉得 我好像不属灵喔 耶稣都是跟这些人在吃饭 你大大方方的去请他们吃饭 当你重生得救的那天开始 没有一件事情是属世的了 全部都是属灵的 我们不再分别什么是属世 什么是属灵 那我们接下来看在路加福音15章 耶稣到底在在乎什么 他除了在乎这些罪利 这些罪人 这些有病的 耶稣说 康健的不需要医生啊 有病的才要啊 罪人才需要耶稣啊 接下来我们看到在15章 从第三节到第七节 他就讲到一个失羊的比例 这个我们都知道吧 耶稣说什么 他就对着这些法利赛人 跟这些文士来讲 这些三个比喻 都在路加福音15章 他说到说 如果你有100只羊 然后呢 你有一只走私了 丢了 你会不会放下99只 去找那一只羊 如果是我们 我们可能觉得 哎哟有99只了嘛 够了 对不对 那一只算什么 但是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当中 如果你有孩子 你的孩子 曾经走私过的人举手 我自己有过 昨天我才讲 张伟 张伟牧师还在讲说 他有一次带Melody 他出去 他那时候怀着Vincent 大肚子要生了 忽然间Melody不见了 然后呢 他就 坐下来地上 连走的力气都没有 就是一种怕 一种担心 这个孩子怎么办 我大的肚子 我去哪里找 他就坐在那里 跟大家说 我要生了啦 我要生了啦 就是后来他就大喊 就是说 你会乱了方寸 我自己曾经 孩子走私 感觉说 我跟我先生说 找不到 我们连自己 都有一点不想活了 这孩子去哪里了 你知道吗 耶稣这样一个心情 一百只羊里面少了一只 他用这样的心情 需要去找到那一只 就是那个百分之一 耶稣都珍惜啊 而且翻山越岭的去寻找 可能要走的很多的路 是荆棘的路 一切的困难 但是他要把它找回 在圣经里面说 他找回了 他就怎么样 去告诉他的邻居 左邻右舍 我找到了 我找到了一百分之一的那一只 然后特别想说 一同欢喜 他不是只有自己高兴 他要去告诉左邻右舍 告诉左邻右舍 我找找了那个一百分之一的那一只 虽然我已经有九十九十 但是我不忍心有一只流离失所 他找到了那个百分之一 他就告诉他的左邻右舍 他就说我们来一同欢喜 他把这个喜悦 要跟他的朋友 他的邻居来分享 从第八节到第十节 讲到有一个妇人 她有十块钱 丢了一块钱 她就翻箱倒柜地去寻找 一直找着 直到找着了 她这里也记载说 她也去告诉他的左邻右舍 一同欢喜 第三个比喻 是讲到浪子的故事 这是我们都非常的熟悉 刚才是一百分之一 十分之一 接下来是一个二分之一 浪子这个小儿子 拿了父亲一半的财产 善尽家财 但是父亲 每天盼着他回来 从他远远地回来的时候 这个父亲就迫不及待地去抱住他 给他衣袍 给他鞋子 给他赚他一个戒指 把所有的都要给他 他没有马上就骂他 你这个不孝子 你善尽了家财 你还有脸回来吗 父亲没有这样子讲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稣的心是什么 耶稣的心要找寻的是 税吏 是罪人 是有病的 是流离失所的 即使是百分之一 即使是十分之一 即使是二分之一 他都要寻找回来 不只寻找回来 他要去告诉左邻右舍 他要跟他们一同欢喜 甚至于这个浪子回来的时候 他杀鸡宰羊的说 邀请大家来 我们一起来欢喜快乐 因为这是我失而复得的孩子 我亲爱的家人 我们难道不是 那个原来的那个百分之一吗 我们原来也不是流离失所吗 我们原来也不认识神 自己照着自己的方式过生活 过得辛辛苦苦 没有盼望 但是在以西结书里面说 主耶和华说 诗上的 我必寻回 被掳的 我必寻回他 有病的 我要医治他 我必医治 受伤的 我必残果 耶稣讲的 圣经里面讲 必 就是一定 一定的 没有例外 失伤的 他要寻找 被主的 他要领回 受伤的 他要残过 有病的 他要医治 我相信我们都曾经 是在这里面的 然后当耶稣 把我们找回来的时候 他在乎这些的时候 他说呢 还有在外面 还有在羊圈外的 我要再去寻找 这是他所在乎的 如果耶稣是我们 唯一的热情 我们除了知道 他做些什么 我们甚至于 我们要更了解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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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乎的是什么 我们渴望知道 我们这个热情 要在哪里 接下来 我再来让大家看看 耶稣挂心的是什么 这段在约翰福音 21章15节到17节的地方呢 就是耶稣这个时候 其实他已经 定时之下升天 他回来 向他的门徒们显现 那个时候呢 彼得他又回去当渔夫嘛 是不是 然后呢 他们就一直在那边 打鱼打鱼 都打不着 后来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呢 就跟他讲说 你往这里打 一捞起来 哇不得了 153只的大鱼 但是网没有破 你知道 一个渔夫要是 他打不到鱼 他就不能算是渔夫嘛 是不是 就像说 如果一个老师 他没有学生 他算不算是个老师 不算嘛 一个医生 如果都没有病人 他算不算医生 不算 一个讲员 如果都没有听众 他算不算讲员 当然不算啊 他就是自言自语嘛 所以呢 耶稣知道彼得的需要 他知道他的生活所需 所以他先来祝福他 153只的 一条 153条的鱼 大鱼 这就是说 神顾念他的生活 神也顾念我们的生活 神知道 一个渔夫 他需要打鱼生活 神就祝福他 神也供应他 但是接下来 神就问了彼得 我们都知道 彼得有三次不认耶稣嘛 对不对 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常常都会觉得说 彼得呢 他就是 耶稣要给他再有机会 来回应他对耶稣的爱 以至于他不要觉得 羞羞愧愧 因为当初三次不认他嘛 是的 这是一个角度 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 可以看见说 这里是耶稣 他既然升天 他向门徒显现 他讲的话就是 他最挂心的事情 他最放不下的事情 是不是 他在离世的时候 讲说你们要合一 然后他在显现的时候 他就问彼得这个问题 他问彼得说 他问彼得说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比什么 这些是什么 这些是什么 是刚才彼得打的那些鱼吗 是不是 你的生活很重要啊 但是你爱我有没有 比这个更深呢 那彼得都回答他什么 有没有 来大家回答一下 彼得他回答他 有没有爱他 有 彼得当然不会讲说我不爱啊 还难得的一个机会 我觉得说要是耶稣问我 我当时也不好意思说不爱 我们一定会说爱 但是彼得是真实的 真实的回应耶稣的爱 当彼得回应耶稣说 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对他说什么 你喂养我的小羊 彼得说主啊 是的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就对他说 你喂养我的小羊 第二次耶稣又问他 彼得你爱我吗 彼得回答什么 来讲一下 爱不爱 爱 然后呢 耶稣就说 你牧养我的小羊 第三次耶稣又问彼得了 再来啊 回答 彼得你爱我吗 这是你说的啦 好你问一下你自己 按在你的心上 你用你的名字问说 我爱耶稣吗 如果今天耶稣问你 你按在你的心上 你对你自己的心说话 耶稣是不是我唯一的热情 我爱耶稣吗 如果今天耶稣问的是你 我相信你会回答 你是爱耶稣 我们不会像那个少年观说 我悠悠丑丑丑的我要走了 我渴望我们今天大家是欢欢喜喜的 对着耶稣说 是的我爱你 那耶稣 他做了一些事情 他在乎的这些事情之外 他挂心的是什么事情 是这些羊啊 是他的羊啊 他已经升天显现了 他还要回来 告诉彼得说 我这些羊 你能不能帮我去照顾他们 你能不能帮我把他们领回来 你能不能帮我去喂养他们 如果你当初三次不认我 你今天你回转归向我 愿不愿意做我挂心的事情 我们知道 圣经常常中羊做比喻 其实在中东的地方 他们养羊不是杀来吃的 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人喜欢吃羊肉 但是他们的羊都是养来取羊毛的 所以他们会养很久 甚至于牧人都可以知道羊的名字 羊也认得他的牧羊人的声音 这个是在圣经里面都有记载 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 因为他们跟羊有一个感情 常常用羊来比喻 所以耶稣在这里 对彼得的一个呼召就是说 你如果说你爱我 如果我是你唯一的热情 你愿不愿意 我把我最挂心的事情来交托给你 彼得后来有没有完成 耶稣给他的托付 有的 那我渴望我们也可以完成 神给我们的托付 那神到底要我们做些什么呢 耶稣他既然做的事情 他是要被掳的得释放 被求的出尖 然后受压制的要得自由 有病的要得医治 他瞎眼的得看见 他要报告神悦纳人的洗年 这些是耶稣所做的事情 他说我们要做比他更大的事情 他心里面所在乎的是这些罪人 这些税吏 这些失上的人 他也要成为我们最在乎的 他所挂心的事情 这些羊群 他最挂心的事情 要成为我们最挂心的事情 所以当耶稣再来 他要告诉我们呢 他要我们做什么事情 耶稣是我唯一的热情 如果这个耶稣告诉你说 你要做什么事情 你愿意吗 愿意 所以我们一起来读 马太福音28章第19节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所以你们要去 所以你们要去 耶稣没有说 我们在这里等啊 守株待兔 耶稣说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使万民 因为圣经上说 我们的神不愿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得救 他不是单言 他是在等待 等待万民能够做他的门徒 就如同你 就如同我一样 今天可以进到这个天父爱的家 今天可以进到这个光明的国度 神在等待那些阳眷外的人 他也要进来 进到这个天父爱的家 定到这个爱子的国度 光明的国度 所以他说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这个就是我们的呼召 各位弟兄姐妹 有时候我们会不会在等说 我在等一个先知来告诉我 说你的呼召是什么 我在等神亲自告诉我 说你的呼召是什么 那我就会去做啦 我只要知道我就会去做了 各位弟兄姐妹 神已经明明确确地告诉了我们 你的呼召是什么 今天我们重生得救 你的呼召就是要去 做耶稣做在乎的事情 去做耶稣最挂心的事情 去做耶稣所做的事情 这就是我们的呼召 是我的呼召 也是你的呼召 那么你觉得说 耶稣你就这样讲一讲 那我们就去 可是我们有口才啊 我们有恩赐啊 就像我 我从小就是一个基督徒 我常常跟神有一个借口 说我的周围啊 亲戚朋友都是信耶稣的 我去哪里传福音啊 而且呢 人家很多先知都曾经给我预言过 五重直视 除了传福音的 其他的都说我有这个恩赐 但是呢 就是没有传福音的恩赐 真的 好几个先知都这样子给我预言过 使徒也好 牧师也好 教师也好 先知也好 从来没有人给我预言过 你有传福音的恩赐 但是我今天可以告诉大家 传福音不是恩赐 传福音是我们的体质 传福音是我的呼召 你跟你隔壁的人讲 传福音是你的呼召 但是我们的耶稣也很可爱哦 他不是只有随便丢下一个任务给你哦 不是只有随便说 你就去吧 你就去吧 像我从前常常哦 我说主我在这里 请差遣他 有一次啊 有一个牧师呼召我走到前面去 我说主我在这里 然后我的先生就在后面说 哎呀我捏了一把冷汗 如果你说主差遣我 差遣你到非洲去 我怎么办啊 各位弟兄姐妹 我还在这里 我没有去非洲 因为我还不够那个资格 所以神知道我们的所有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都有同样一个呼召的 所以耶稣很可爱 他并没有说 哦好啦你就去做吧 他有告诉我们哦 其实这个耶稣基督 就是一个福音的起头 福音就从耶稣基督开始嘛 是不是 我们要传讲的是说 怎么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借着他的保险 我们的病得医治 我们的罪得赦免 受压制的就得自由 被掳的就要得释放 我们要进入那个喜年 我们要进入喜年 旧事已过都要变成新的 借着耶稣的保险跟十字架 所以耶稣就说呢 信的人必有什么 我们读一下马可福音 十六章第十七节的前段 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 是的 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 信的人 只要信 就有神迹其事随着他们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当中有很多人 传福音很厉害 但是我告诉你 这些人他们真的知道 不是自己厉害 是谁厉害 我们的神厉害 我们的神 让你去传福音的时候 就有那个神迹其事 要随着你 你知道你每当去传的时候 你就经历神的大能 在这些人的身上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就一切相信的 所以当你去做的时候 你就去经历神 有时候我们为人家祷告的时候 我自己得着 我们为人家祷告握着他的手 你知道吗 在祷告的时候 他愿意决志信主的时候 他那个眼泪就滴在我的手里面 就是要滴在我的手上 各位弟兄姐妹 不是他得益处 是我得益处 我感动于神 怎么能够坐在这个人身上 这么奇妙的工作 难道我一句话 就是可以让他信主吗 绝对不是 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做 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好 我刚才说 圣经如果讲必 你要很注意 耶稣如果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你也要很注意 因为他在强调这些事情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他所做的事 信他的人也要做 而且做比这更大的事 信 相信 相信 刚才说 信的人必有神迹 随着他们 一个信心 帮助我们经历神迹 一个信心 帮助我们可以做 比耶稣更大的事情 然后他说 因为他往父那里去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他往父那里去 圣灵就来帮助我们 我们传福音不是倚靠势力 不是倚靠才能 乃是靠神的灵方能成事 所以当圣灵帮助我们的时候 圣灵感动你的时候 你去做的时候 怎么就水到取成 怎么就顺理成章 不是靠着我们自己 神很看重我们 愿意让我们跟他同工 实在是尊容我们 神今天可以猜浅这个 猜浅那个 但是他渴望猜浅我们 不是我们拣选了神 而是神拣选了我们 要我们去多结果子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有一个调查 到底是谁带你信主的 在教会的增长研究机构里面 有调查了一万四千名的基督徒 他说谁带你信主的 大型的布道会多少 来大声说 零点五的percent 教会的特别活动呢 或到二到三 牧师传道们呢 五到六 朋友亲戚铃居同学的 75到90个百分比 各位弟兄姐妹 传福音不是牧师传道人的 专属 传福音是我们 因为你会有朋友 你会有亲戚 你会有邻居 你会有同学 你会碰到一些人 这些人 就是你 你就是一个传神的道的人 所以 你就是传道 来 跟你隔壁的人说 你就是传道 我们都是呼召传神的道的人嘛 所以我们就是传道人嘛 是不是 yes 太好了 谢谢圣兵 对 我们就是传道人嘛 所以在教会里面 有五从执事没有错 但是同样的呢 在教会里面 传福音的使命是全体的 还是牧师传道的 因为你就是传道人嘛 就是你咯 还是谁呀 来看看你旁边的人 说就是你 感谢主 我们都是传道人 我们都是神的大使 我们都是神的代言人 所以教会呢 每一个人我们越追求 其实不止我们的属灵的生命 要一越深 我们传福音也要越广 Amen 是的 属灵生命 一直追求 让我们的跟神的关系越深 然而 我们的传福音就会越广 如果一个人告诉我说 他很属灵 可是他说 不 我从来不传福音 绝对不会 是的 当你的属灵生命越深 你就会传福音越广 因为你渴望把这么好的消息 去告诉你周围的人 我上个礼拜有三个人跟我讲说 最近的玉米很便宜赶快去买 好像哪里是五只一块钱 对 因为又要烤肉了嘛 你知道这是好消息吗 好消息你会乐意跟人家说嘛 对不对 你就说 哎呀玉米很便宜 你要赶快去啊 是 所以呢 很简单 耶稣坐在你身上的 这么奇妙的事情 你要乐意去跟人家分享 好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请王昭宏弟兄 他是个小家长 就是我们的Andy王 那他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传福音的经历 好我们欢迎Andy 感谢主 有机会分享 神界的传福音 在我生命中的改变 还有在我家族的祝福 我是在19年前的7月份信主 感谢主19年后 刚才被promote成为传道人的 谢谢主 我想这个传福音的过程 是一个过程 我回头看的时候 我觉得是有几个阶段 那我想就是说 跟大家分享这个阶段 那当然这是一个进行式 直到我们建主耶稣的那一天为止 我们都一直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想先分享我自己 天然人 像刚才慈美曲目讲的 我没有好的口才 我觉得也没有那个传福音的恩赐 那从小就是一个比较内向 不爱讲话的一个人 那特别是从小你听妈妈的话 妈妈说不要跟陌生人讲话 所以我从来不跟陌生人讲话 那后来 刚进到教会里面的时候 我不是那种很喜欢敞开 尤其我就用信仰的东西 是一个很个人的 所以常常牧师在教会里面讲说 比方说过去30天 你有好好灵修读情祷告举手 而且你举手 没有的 没有的举手 那看到我Andy怎么都不举手 他说那时候有福音派 林恩派 他说Andy你这个叫奥秘派 奥秘派就是说天机不可泄露 那我就觉得说 这个是很个人的事情 就不太很喜欢去敞开 所以你想 在这样子一个个人的背景 对我来讲 传福音尤其像陌生人传福音 绝对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我不知道家人们有没有人是 你也认为你是这样子的人 有没有举手 好有一些 我希望我的分享对你有帮助 那 后来我在信主之后 那时候信主的时候 其实 是刚拿到学会到湾区找工作 在一个非常不容易里面 那那个时候面临到的就是 当你没有找到工作的时候 我就面临再过几个月 就要决定离开美国回台湾去 那那时候教会 家人们就有祷告 然后很奇妙的神 很快地为我在职场上面 开了一个工作的门 那我很清楚知道说 这个工作是神给我的 那我非常相信说 神在这个里面有祂的美意 那当我信主受洗之后 我里面有一个很大的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一个热情 一个火热 因为我发现 这好像就发现了那个奥秘 就像圣经里面讲说 这个天大的奥秘 隐藏的奥秘被我发现了 就是长久以来我在追求 人生的一些问题的解答 突然之间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找到了这一个 这些所有答案的 所有问题的答案 所有的秘诀都在里面 所以就非常兴奋地 就想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每一个 我所认识的朋友 亲戚 就像刚刚慈眉群木讲的 这个玉米 真的是假喝倒血本 你就想把这个消息 好消息 真的要去告诉所有的人 所以当我进到这个公司 开始工作 进到没几天 把我就认识在里面 信主很多年的 一两位基督徒的弟兄跟姐妹 然后没有一两个礼拜 我就跟这个姐妹说 我们为什么不成立一个 在公司成立一个茶经小组 我们利用茶经小组来传福音 那那个时候 其实我对圣经也不熟嘛 你知道才刚信主 但是就是有那个火热 我觉得那个火热就好像是 我们在路加福音读到说 在往姨妈武士的路上 有两个门徒 遇见了这个复活的主耶稣 所以当主耶稣 跟他们传讲圣经的时候 他里面就有那个火 要把这个福音传出去 那后来当我跟这个姐妹讲说 我们要来成立茶经班的时候 那姐妹就哈哈大笑 他就说 Andy你知道吗 我跟你的老板 就是雇佣我进来的那个经理 A经理 他说 我跟他传福音好多次了 他每次总是怎么回我 他说 有本事你们成立一个茶经班 你成立茶经班 我就来认识神 所以当我们茶经班一成立之后 这个A经理就成为我第一个小组的组员 然后我们就 开始在当中 那其实在那个小组茶经 我们在礼拜五中午的一个午餐 其实我所做的只是去 负责去安排 这些会 然后帮他们订午餐 那感谢主那时候也感动 我当时教会的牧师 还有一些弟兄 追求比较久的弟兄 就有时候到我们茶经班来分享 就这样子 我们茶经班 大概持续了一两年 那当然我们中间带了一些人 信主 包括我的三个直属老板都信主 那我想分享这一个 朋友我进来这个A经理 他的话 他从小是在教会里面长大 对于圣经非常的熟 那他的母亲是一个日本人 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每天为他这个儿子祷告 但是因为他就是在教会里面长大 看很多 他圣经很熟 他就是始终不信主 那后来他长大之后 他也没信主 离开教会了 然后自己去外面闯事业 那闯事业的过程不是很顺利 那长话短说 他最后把他母亲终生的积蓄 在事业里面赔光了 所以他对神非常不谅解 他说我妈妈也是这么信主的一个 你为什么没有祝福 他让我把他给我的钱也赔光了 所以他觉得神不爱他 他拒绝福音 那就在这样一个光景 所以我们在茶经班里面 他一直没有办法 跳出这个对自我的一个定罪感 他觉得神不存在 如果神存在 为什么不爱他 那就这样过了好几个月 有一天早上我照例的 进到他办公室里面的时候 我看到这个A经理 整个荣光焕发 整个充满了一个喜乐 我说发生什么事 他那时候开始参加茶经班之后 他每天固定的按着读经进度 在查圣经 他说那天早上他读到了 《使徒行传》的13章33节 里面讲说 神向我们这已经做儿女的 已经应验 叫耶稣复活 正如诗篇第二篇上所记载的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他说要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 整个就泪流满面 他里面的一切的那些苦读 那些觉得神不爱他那些 所有的完全得释放 他知道他是神的儿子 他说他是神的儿子 他就信主了 那从这个事情上面 我觉得这个很不可思 因为这段经文对你我来讲 我们读过很多次 但是为什么对他就产生这个 所以他信主了 我觉得这不是我们在茶经班 讲了任何话语 完全是神 真的是自己在他身上做工 第二个例子 我另外一个经理 毕经理 他原来是一个非常虔诚的 一个慈绩的佛教徒 所以当我们邀请他 要到我们茶经班的时候 他问了很多比较 佛教怎么样 你们基督教怎么样 这些问题 对我们来讲根本没有解答 没有办法回答他大部分的问题 但是感谢主 他愿意进到我们茶经班里面 那后来他也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也信主了 那这两位经理 一个是在基督教的 一个在佛教里面这个背景 我不知道神做了什么事情 我想只有天知道 神自己就知道他们 信耶稣了 那后来这个A经理 他现在对日本有很大的负担 他每年跟着教会 到日本去做短宣 这个B经理 现在在弗里芒的某个教会里面 成为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同工 那后我们茶经班结束 我离开那个公司之前 我们带我进去的这个大老板 也信主了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阶段 我看到神真的是很奇妙 祂不是因为我们自己 圣经有多熟 其实我圣经不熟 但是我只是一个愿意的心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神自己能够去跟他们的心说话 带他们信主 那后来我要分享 进到第二个阶段就是 开始好像在过去的十年 我觉得好像在传福音上面 慢慢觉得 圣经越读越多 觉得好像 是不是自己懂得不够多 为什么传福音 没有立即见影的果效 还是说自己的生命 还没有到那个阶段 所以没有办法 做出那个生命的见证 那特别是 在自己的家人上面 就是信主那么久 跟父母家族也传福音 实际上 我是家族里面第一个信主 所以我的家人在台湾 他们都是传统的 这些宗教不信主的 就觉得跟他们讲 完全没有什么果效 甚至在家族聚会里面 也没有机会讲 但是我不是说 在这过程当中 我就没有传福音 我在我的职场上面 在球场上面 我很喜欢打网球 所以我在球场上面 认识很多朋友 那后来我们认识一些 基督徒的弟兄 我们就有一个 所谓的网球团契 就是我们邀请 在球场上面的球友 或者是职场上面 认识喜欢打球的朋友 一起到我们这个 礼拜六早上 我们有一个 在球场上面打球 然后之后 我们会有一起喝咖啡 吃早餐的时间 我们分享圣经 然后我们会 为职场上面 弟兄嘛 总是在职场上面 有一些困难 为这个祷告 所以在当中 我们也带了 一些弟兄信主 但是在我里面 我还是觉得说 没有办法马上 看到那个果效 我一直觉得说 自己是不是 没有传福音的恩赐 先知跟我讲 我有教师的恩赐 可是我从来没有 传福音的恩赐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个传福音 可能不是我的恩赐 那再加上 最大的难处 是在于觉得 自己的家人都不信主 你怎么去跟 陌生人传福音呢 好像没有那个 很好的一个 生命的见证 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 我就觉得 这是对我来讲 最大的一个难处 就是有时候会 消灭圣灵的感动 不愿意去传福音 只在于自己 比较熟悉的 一个环境里面 那我觉得 特别对家人的 信主这方面的话 我觉得 我一直在跟神祷告 怎么样能够 为我开福音的门 在我的父母 还有在我的家族里面 那个钥匙是什么 那后来 感谢主 在去年的九月份 有一天 我的母亲打电话给我 就说我爸爸突然 被诊断出来 他罹患了这个 胃癌的末期 那医生所提供 所有的这些方式 对我爸爸来讲 他是完全没有办法 试用的 所以我的父亲 就陷入了一个 非常的担忧 非常的忧虑里面 那我其实 我有父亲 祷告十几年了 那在那一天 我就觉得说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负担 觉得说这个时间 真的刻不容缓 因为不知道 到底明天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我就祷告 跟我太太祷告之后 我就从美国 打电话给我爸爸 然后我就跟他说 好像现在这状况 在医生手里 是没有希望的 因为医生所建立的任何 不管开刀 或者是化疗的方式 对他的身体 是不适用的 那我说 爸爸要不要这样 我为你祷告 你要不要信耶稣 耶稣可以医治你 我爸爸说 他不怕死 他说 人再活五年 十年都一样 但是他非常 不希望说 在人生最后这个阶段 就是活得很没有尊严 然后他一直很 忧愁就是说 为什么他一生 也没有做坏事 为什么他最后 会得这样子的一个病 因为你知道 胃癌的话 到末期是会很痛苦 你可能不能吃 要插管喂食什么的 这个是非常痛苦的 不管是从生活的品质 各方面来讲 都是很痛苦的 那他就 这个一直是 他一直没有平安 然后我听了 我就 我就跟我爸爸说 爸爸我很爱你 那耶稣很爱你 你要不要信耶稣 耶稣会把这个平安 耶稣可能会医治你 会把这个平安给你 那更重要的 其实我跟他说 爸爸其实我知道 我将来有一天 我会回到 耶稣在天上的家 但是我很害怕的 就是说 我不知道 我在那边 能不能再见到你 我担心我们不能够 在天上 能够再相聚 那我就有跟我爸爸 这样讲 然后他 电话另外一段 他就有沉默 就好久好久 那我跟他说 真的 我真的很希望 在天上 能够再见到你 耶稣一直会与你同在 在地上 在天上 那后来 我爸爸说 他愿意相信 他愿意接受耶稣 那就开始问我说 那去哪里信耶稣 要找谁信 怎么信 那后来去年十月份 感谢主 我就回到台湾 带我的爸爸受洗 然后在我们高雄 在立位 传道的教会里面 施洗 那我想分享一两件事情 就是他信主之后 后来他在十二月份 信主之后三个多月 他就被 被 被天父接回天家去了 但是在他最后 那个阶段 我看到神很大的恩典 在他身上 还有在我的家族上面 就是他没有经历太多 身体上面的病痛 他所不愿意发生的事情 也没有发生 那他第一次上教会去 聚会的时候 我就问他说 那你在教会里面 这个聚会是怎么样 他就分享说 他们唱诗歌 然后他就唱了一首诗歌 我听到那个诗歌 是非常古老的 在诗歌本的诗歌 应该不是教会唱的 然后他就说 这是五十年前 他在念大学的时候 他第一次上教会 所唱的诗歌 那这个诗歌 他还记得 那我就觉得 哇 这个很 很amazing 很震撼 那后来我说 那你跟天父祷告 你讲什么 他说就是去跟天父 忏悔 我说为什么要忏悔 他说忏悔 过去十几年 他的儿子跟他所讲的 这些见证分享 他完全不相信 他觉得都是迷信 都是巧合 但是今天他跟神忏悔 因为他不相信耶稣 所以不相信这些见证 那我从我爸爸这个 他所分享这件事情 我看到就是 这个福音的种子 其实在五十年前 就埋在他的心里面 那我们过去十几年 所跟他讲的 在我来讲 好像完全没有看到果效 但是其实 我每次的这个 好像浇水一样 这个种子 其实神有在做工 只是我们没有看见 我一直等到这个时间 满足了 那加上这个事情 我们整个后来 在伴我爸爸 这次礼拜的时候 所有的来参加的这些 六七十个这个 他的朋友 他的家族的这些 他们有机会听到福音 因为在这个 这次礼拜里面 他们就 很多人是第一次上教会 所以因着这个事情 虽然我爸爸信主 才三个多月 但是因为这样子 他为我们的家族 开了一个福音的门 在里面 那我也相信 好像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在传福音 没有看到立即的果效 就如同五十年前 我不知道是哪一位 弟兄或姐妹 或一个天使 把这个福音的种子 放在我父亲的心里面 他在有生之年 或许他没有看到 这一颗种子 开花结果 但是我相信 在神永恒的国度里面 这个奖赏是存在的 是为他留这个冠冕的 所以对我来讲 就是我们所要做的 就是单单的去传 至于这个结果 我想神在他的手里面 有他的时间表 然后最后我想分享 关于传福音 有时候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 觉得说好像没有那个勇气 我三个礼拜前 有机会到 华盛顿特区去出差 然后我就到前面 那个国会山庄 前面的广场去参观 那我在那边 我就看到了 有一个年轻人 一个留着大胡子的 一个美国白人的年轻人 他走在当中 他一直在大声地在传扬 神爱世人的一个福音 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 所以当我看到的时候 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 我就觉得说 我真的亏缺了神的恩典 我不应该让这个好消息 只停留在我这里 然后觉得说 好像自己 没有那个恩赐或什么的 不去传 其实我还想 我跟神认识我说 我们在过内在生活的 其实就是在过一个 不在自我中心 以神为中心的生活 那传福音 就像刚才我们所读的 它是一个神 已经早就给我们的一个命令 你就是要去传 去做 至于结果是在神手里 所以当我明白这个之后 我现在传福音 我就觉得说 传福音是一个 不负责任的一件事情 神只要我去传 祂不要我负责任 我不需要负任何责任 只要去传 神自己会做 感谢主 谢谢Andy 谢谢Andy 是的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50年前种的种子 50年以后会发芽 所以我们都不要灰心 那其实我刚才也 跟大家讲到 说其实我自己 也是常常觉得 我没有传福音的恩赐 但是我常常跟神祷告 那我记得 我有一天 在领袖之夜之后 我就肚子非常的痛 后来隔天去挂急诊 原来是盲肠炎 然后这盲肠炎的时候 我就当场下午就马上开刀 我后来长话短说 后来隔天早上 我醒来的时候 那个护士就来告诉我说 你11点就可以出院了 非常的好 那时候我的先生就已经来 在那边 我们两个就在那边讲台湾话 台湾威 后来就听到旁边 一个很微弱的声音跟我说 请问你们是台湾来的吗 那我就把那个病床的穿帘 拉开来 我才知道 原来我隔壁病房 还有住一个人 因为我一直在昏迷中 结果他就说 等一下我才来美国两年 等一下如果医生来 可不可以帮我翻译一下 然后可是我想 我11点就出院了 那结果呢 他是一个还没有信主的 那他是差不多40岁的一个妈妈 已经住了一个月 一个礼拜 都不晓得原因在哪里 非常的担心 他的两个孩子 没有人照顾 后来我就留了他的电话 那我也问他 我说 他说我看你就是这样子 你们怎么来开刀 那样开开心心的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因为我们信耶稣 那你愿不愿意信耶稣 对我来讲 这是很大的勇气 可是他说 不行 我们家拜得很厉害 我先生他们家拜得更厉害 还有佛坛 这下子那个冷水就泼下来了 那个勇气马上就缩回去 那我就说 好没有关系 那我留你的电话 后来我们就出院了 可是隔天早上 我就有一个很感动 圣灵的感动说 我要打电话给他 那就是关心他 他在美国 没有家人 无依无靠的 那我的状况还很好 所以我就打电话给他 忽然间就出口了 那你要不要信耶稣 因为我打给他 他就开始哭 因为他知道有人关心他 说你要不要信耶稣 他就当场跟我说 好 哎呀 你觉得 鼓掌给神一个鼓掌 我说怎么这么快呀 昨天不是才不要吗 但是今天怎么就说好了 后来隔天呢 一个礼拜 我就跟我的先生去医院拜访他 那个护士还说 哎呀你怎么回来了 你的伤口怎样吗 我说不是 我是会来看我病床 病房的 我的室友 我的室友 好 结果呢 他就信主了 所以我的先生跟我讲说 哎呀你生一场病了 救一个灵魂是值得的 各位弟兄姐妹 来 摸摸你的肚子的右边 你的盲肠在不在 放心 神并没有要我们每一个人 用盲肠去换一个灵魂的得救 你安心 但是你还有什么 可以让神来使用的 就像我们刚才 我们的Andy弟兄 他呢 刚信主就做了茶经班 我们常常都会觉得说 哎呀我要圣经熟一点啊 我要真理更明白一点 我才能去跟人家讲啊 我们的大张弟兄 本来今天要做见证 他说他刚开始的时候 都跟人家要讲理啊 道理 讲道 后来就流于辩论 其实神的真理 不需要我们为他维护 为他辩论 真理就是真理 这是不变的真理 但是我们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把神做在我们身上的 去跟人家分享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罗马书 我不以福音为止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先是犹太人 后是犀利离人 以福所书二章六节 这奥秘就是外邦人 在基督耶稣里 借着福音 得以同后事 同为一体 同盟应许 应该是同德后事 同为后事 我们都知道 像Andy 他信主了 然后他就去影响到他的家人 甚至于在一个追思礼拜 他的亲戚朋友也可以看到 这些人是不一样的 不是你一定去传讲什么 也许我们都说我们没有口才 我们没有恩赐 但是不是我们去传讲什么 而是你怎么去活 让人家真的是看见你是怎么活的 那天我跟我的先生去吃火锅 我们一进去 火锅的那个女服务生就来问我说 你们是信基督的 我说是耶 他说因为我看你们很喜乐 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喜乐 我们没有故意去一直跟他笑 但是你的生命里面 有神在你的里面 喜乐本来就是神的属性 你有神的形象跟样式 神的一切属性就在你的身上 只是看你要不要去把他活出来 我们另外有一位姐妹 她也是从前小家长 她最近跟我做了一个见证 她母亲是一个信佛的 常常她每一年要回去 就跟我们讲说为我祷告 我要去回去跟我的母亲传福音 她现在已经九十几岁了 但是她母亲每一次都是 说你信你的嘛 我又没有叫你信我的 所以每一次都是这样 那这一次她母亲在四月的时候 就好像肺炎住院了 那她也是很有感动要回去 可是她妈妈还是一样 就是没有要接受 她心里面其实很焦急的 为母亲祷告多年 而且九十几岁 但是她的女儿是住在美国 我们这位姐妹的女儿 她就很有负担 就打电话 就用FaceTime跟她的外婆 跟她的外婆讲 要信耶稣 她外婆因为这个 外孙女的孝心 她就勉为其难 说好 结果隔天我这位姐妹 要再跟她妈妈讲 多讲一点 她妈妈说 不要再跟我讲的 我信观世音菩萨 已经信那么多年 我怎么可以背叛她 所以结果我们这个姐妹就 好像又被泼了冷水 就像我那样 可是当她这位外孙女 跟她这个外婆用FaceTime 讲了传福音以后 第二天 他们家的看护就看见 她这个妈妈老奶奶 她手上的佛珠断掉了 佛珠断掉了 一些匣子离开了 所以呢 她的哥哥 我们这位姐妹的哥哥 就在叫一个牧师 要来问她 要不要信耶稣 要不要受洗 那这个牧师 就奇摩特策要来的时候 一路上忐忑不安 就想说 这个已经这么多人 都跟她传运 都传不成的 可是没想到 她去的时候 一问她 她就是很安静 像小绵羊一样的 接受了耶稣 而且呢 她愿意受洗 过了两天之后 她就昏迷了 再过两天 她就被耶稣接回天家 神不误视 神也不误视 神知道 神命定的人 他要把他寻回来 失上的他要寻找 被主的他要领回 受伤的他要残果 有病的他要得一知 这是神必定要做的事情 但是神要用谁呢 我们一起来读 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三节 我们今天多读一点圣经 来 一起来 凡我所行的 都是为福音的缘故 为要与人同得 这福音的好处 阿们 我们所行的 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 要与人同得 这福音的好处 你看看这个同德 不只是 被我们传福音的人得到 我们传福音的人 也得到这个好处 这是神给我们的护照 也是我们的命定 我们的见证人 真的如同云彩在我们的周围 但是你就是那个见证人 你就是耶稣福音的见证人 今天你可以坐在 牧主先锋教会 看着耶稣是我唯一的热情 你就是一个福音的见证人 感谢主 所以你只要去对人家述说 神在你生命中的恩典 就足够了 五十年前的种子 五十年后会发芽 多年的祷告 神就在他最后晚年的时候 要临终的时候 让他受洗了 佛珠都可以断掉了 结果我们姐妹还跟我分享说 隔天他好像一个未信主的弟弟 还要想去帮他妈妈 再买一个佛珠的时候 他们家那个看护是印尼人 还说 阿嬷现在已经有这个十字架了 有这个了 不用那个了 他就把它拿掉了 感谢主 所以神一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做奇妙的工作 撒该 耶稣说 这个救恩要临到这个家 一个人得救 全家都要得救 救恩要临到的不是只有在撒该身上 耶稣说 救恩要临到这个家 一个家 一人得救 全家都要得救 我们都捐负这样的一个使命 我们都领受这样的一个呼召 这就是我们的命定 不管你今天你是在职场 你是在学校 你在工作的场所 你在任何的一个地方 就像我去吃一个火锅 那个人都会来问我 我们来读一下 盼望的缘由 只要心里遵循基督为圣 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 就要常做准备 以温柔敬畏的心 回答个人 阿们 我们要常做准备 我这里也给大家介绍 有一个满福宝 其实我自己常常用 它里面有七个祝福 包括病得医治 包括心灵平安 家庭和乐 罪得赦免 凡事富足 得着永生 圣灵充满 它也有英文版 如果你觉得说 我不知道怎么样 为人家祷告的时候 这里面有祷告词 你只要其中的一样 你为他祷告 神就要做那奇妙的工作 所以传福音是神 耶稣一直在做的事情 我们一直在讲耶稣做的事情 也是耶稣在乎的事情 也是耶稣所挂心的事情 当我们今天在这里讲说 耶稣 我唯一的热情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愿意 就这样踏出来那一步 我们是不是愿意 就愿意讲出这样的一句话 让神可以坐在我们的身上 感谢主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菲利比书一章五到六节 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 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 动了上功的 必成全这功 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菲利比书一章二十七节 只要你们行事为人 与基督的福音相称 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 站立得稳 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 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 你愿意吗 我们来齐心努力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兴旺福音好不好 福音不只是我们个人要生命得拯救 福音要改变城市 福音要改变国家 你知道乌干达 他从一个贫穷的一个国家 艾滋病泛滥的一个国家 他如今有85%的基督徒 他的总统来公开在每一年的时候 来带着大家来祷告 这个国家现在经济繁荣 这个国家真的健康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担负了这样的一个使命 我们领受了这个呼召 要用欢欣喜乐的心 用感恩的心去领受这个呼召 这是你的命定 这也是我的命定 让我们一起齐心努力来兴旺福音 让这个不止你改变 不止你的家改变 城市要改变 国家要改变 所以我们说 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 和我主基督的国 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是的神的国 要降临在这个世界 让他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线上 告诉你的隔壁 你有责任 告诉我自己 我有责任 是的盼望神让到我们看到 这些属天的价值 一个灵魂的得救 一同欢喜快乐 一同告诉邻居左右 是的主 让我们能够知道说 这样的一个价值我们愿意付出代价 求神开我们的眼目 让我们看到 我不是在等一个呼召 我已经有呼召了 我的命定就是要成为神的代言人 我的命定就是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使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